集中篩檢站 積滿人潮 墨西哥疫情緊張 在當地工作的臺灣人回臺就染疫 終止臺灣連十三天的零確診 案441是三十多歲 電子製造業男性 一月下雪雲到墨西哥工作 四月三十號起出現發燒症狀 五月五號有輕微咳嗽 五月中有腹瀉情形 二十號返國告知有症狀 採檢後到集中檢疫所隔離 二十一號確診 但他在搭機時 有全程戴口罩穿防護衣 目前沒匡列接觸者 五月十三號到十四號 那有在安排他們在做 就是PCR就是採這個猴頭柿子 那他的檢驗報告是到回臺之後 那才收到是陽性的 至於磐石件感染源 指揮中心曾為全艦官兵抽血進行抗體檢測 除了確診的三十六人之外 竟然還有其他人檢測抗體 呈現陽性 指揮中心表示這八位抗體陽性者 只會列入極可能個案 並不會加入確診病例 至於傳染途徑還在查 確認後才會公布 但外界關心的核實開放 商務人士來臺有新進度 包含極低風險國家像紐西蘭越南 低風險國家像澳洲 都是可能先開放國家 目前規劃用個案的方式來處理 等疫情再緩點的時候 再公布通用辦法 讓生活逐漸回歸正規 三省神耀榮SNG小組 太平報道